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三角镂空包 它的正面呢我们是勾置了一个三角形的标志 背面全部为镂空 折叠起来鞋带也是非常方便的 首先我们勾置75个辫子针 75个辫子针勾置好之后 我们勾置6个辫子针 1,2,3,4,5,6 接着在第三针里 用一个记号口做一下标记 接着返回到倒数的第九针 勾置一个长长针 继续勾置两个辫子针 绕两次线 跳过两针不勾 在第三个洞眼里勾置一个长长针 按照这个勾法一直勾到第一排结束 接着我们把最后一组来勾置完 第一排勾好一共是25个镂空格子 接着我们继续勾置第二排 首先勾置6个辫子针 2,3,4,5,6 在第三针上面做一个记号 将支片翻转 绕线 来到上一行勾长长针的这个柱子里面 勾置一个长长针 接着勾置两个辫子针 绕两次线 来到上一行勾长长针的这个柱子里面 勾置一个长长针 接着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 把这一行来勾置完 接着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 勾置完最后一组之后 我们立6个辫子针 1,2,3,4,5,6 然后将支片翻转 每一行的开始 我们都要立6个辫子针 接着重复前两圈的勾法 一直勾到第11排 11排勾置好之后 接着我们勾置第12排 第12排要开始勾置三角部分了 首先我们起6个辫子针 然后将支片翻转 我们最开始先勾置11个镂空 11个镂空勾置好之后 我们勾置一个辫子针 将线圈拉大 勾针取出 然后放在这里备用 接着我们来到前面的一个柱子上面 在这个柱子的顶部 重新带一根线进来 勾置一个辫子针 还穿进这个洞眼里 继续勾置一个短针 接着来到这个镂空部分 在镂空这两个针目里 挑出两个短针 接着在前面一个柱子上面 继续勾置一个短针 现在我们是勾了四个短针 继续勾置一个奇力针 将支片翻转 我们在背面勾置四个短针 四个短针勾置好之后 我们继续勾置一个辫子针 将支片翻转 线圈拉大 勾针重新穿回备用的线圈里 接着勾针在同时穿入 短针行的线圈里 将短针行的这个线圈 拉进之前的线圈里面 接着继续勾置四个短针 接着继续勾置四个短针 放到我们的正面来 接着勾置两个辫子针 绕两次线 在前面一个柱子上面 勾置一个长长针 接着我们就是把剩下的镂空来勾完 最后一个镂空勾置好之后 我们继续勾置第十三圈 首先勾置六个辫子针 接着将支片翻转 我们的第十三圈最开始 只勾置十个镂空格子 十个镂空格子勾置好之后呢 我们勾置一个辫子针 放在这里备用 接着用背面的这根线呢 带入我们前面的一个长针柱子里面 带入勾置一个辫子针 接着同栋眼里面勾置一个短针 接着在前面镂空的这个部分 里面勾置出两个短针 接着我们在前面的四个短针上面 各勾置出一个短针 接着来到前面的一个镂空格子里 我们在镂空的这个部分 挑出两个短针 前面的长长针柱子上面 我们挑出一个短针 我们在第十二圈四针短针的基础上 左右各延伸出了三针 接着将枝片翻转 我们背面应该是有十针 我们在这十针里面各勾置出一个短针 接着勾置一个辫子针 将枝片翻转 线圈拉大 穿回到之前备用的线圈里 同时穿过短针行的线圈里面 把短针行的这个线圈拉进前一个线圈里 接着我们继续勾置十个短针 继续勾置十个短针 把线圈放到我们的正面来 接着我们把剩余的镂空格子来勾置完 接下来的勾法都是一样的 最中心的短针部分 我们是需要每一行往左右各延伸出三针 三角部分呢 我们一共是需要勾置出八行 三角部分的八行勾置好之后呢 我们勾置六个辫子针 接着将开始我们只勾置四个镂空 四个镂空勾置好之后呢 我们要把三角部分也全部勾置为镂空 绕线 在第一个短针上面勾置一个长长针 接着勾置两个辫子针 下面我们跳过两针不勾 在第三个洞眼里勾置一个长长针 接着勾置两个辫子针 跳过两针不勾 在第三个洞眼里勾置一个长长针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把三角部分勾置完 勾到最后一组之后呢 跳过两针不勾 在第三个洞眼里勾置一个长长针 接着我们把剩余的镂空部分勾置完 第一行镂空我们就勾置完了 接着我们继续勾置四行镂空 三角以上的五行镂空我们就勾置好了 接着我们给枝片的整体需要用短针抱一圈边 这个是后片 后片一共是勾置出24行镂空 我们包边的时候呢 首先在第一针这个柱子上面勾置一个短针 然后在镂空的这个大洞里面挑出两个短针 柱子上面勾置一个短针 镂空里面勾置两个短针 四个边的拐点里我们是需要在同一个洞眼里勾置出两个短针 接下来我们勾置侧片 我们的侧片呢是用的锁针起针法 首先我们起七个辫子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返回到倒数的第二针里面 勾置一个短针 接着勾置五个短针 第一排我们一共是勾置了六个短针 第一排勾置好之后呢 我们勾一个起立针 翻转 再背面继续勾置六个短针 我们的侧边条呢就是这样六个短针来回翻转着勾 一直勾到需要的长度 我是勾了224行 大家可以数一下自己的三个边 两个侧边和一个底边的这个帧数 对应着来勾就可以了 侧边勾置好之后呢 我们和 主体的 两个侧边和一个底边 这样来比对一下 帧数应该是一一对应的 缝合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将勾针 从主体的第一个洞眼穿进去 接着 穿进侧边的第一个洞眼里 重新拿出一根线 勾置一个辫子针 侧边呢 我没有包边 我们这一个大的突起呢 是两行 我们两行呢 分别可以挑出两针 一针 两针 一针 两针 然后我们就 将两片一同穿过 勾置引拔针 来包边就可以了 包完最后一针之后呢 我们来给我们的这个开口部分 整体也来包一个边 我们首先 穿进 第一个洞眼里 勾置一个 印拔针 接着勾置一个起立针 然后 穿进同洞眼里 勾置一个短针 接着呢 我们就 用短针 来给这个开口部分 包一个边 勾置到最后呢 我们和第一针 勾置一个引拔针 勾置一个起立针 把线剪断 这个主体部分 我们就勾置好了 接着我们来 缝合我们的这个字母 下面的小字母呢 我是用线来绣的 包带起五针 往反编织 勾置到合适的长度 缝合就可以了 勾置到六针 的 勾置到 继续 叶子